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九百六十集 我们中出了一个马腰 天谷是七绝谷的根基 不需要瘟养 自身便已到达巅峰 这一路来 他重点培育毒蛊 吞服蛊师的毒业后 毒蛊壮大到相当可观的程度 暗蛊和利蛊的温养有条不紊 不强大也不弱 属于第二梯队 尸蛊 琴蛊和心蛊 一直卡着没有长进 如今他找到了一个催熟心蛊的方法 吞噬魂力 至于琴蛊 他准备等待国师来了 再好好培育 到底是你人宗炸之机更强 还是我南疆琴蛊 激压一筹 遗憾的是 他不再是当年那个武夫 否则骆玉衡必败无遗 剩下的就是尸骨了 突然 许清安脚步僵住 愣愣的看着前方 前方是一个梦境 天空蔚蓝如洗 草原连绵起伏 一头高大的棕色马匹 正低头啃草 梦境单调 除了这匹马没有多余的事物 李绍云等人停在许清安身后 眺望梦境 刚刚射死过的镇府将军纳闷道 这算什么 一只马 他盯着马看了片刻 忽然倒抽了一口凉气 你们有没有发现 越看这匹马 我竟越觉得它没清目秀 散发着吸引人的魅力 忍不住就想骑上去 汤原武分析道 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梦境是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的体现 而根据这匹马展现出来的魅力 不难想象 梦境的主人 对马有特殊的嗜好 我没有 你胡说 别怨问我 许清安在心里做了经典的否认 随后明白自己为何会梦见小母马 梦是由身体和意识决定的 当一个人饥饿的时候 就会在梦中见到美食 同样的道理 进入浮屠宝塔前 他利用了新骨的手段 对付中年武僧 于是本能的 对动物产生了青睐和好感 而动物里 他最熟悉的当然是小母马 袁一沉吟道 我们中出了一个马腰 不可能 汤圆武摇头 若是妖族 早就被佛门的人强行度化 根本就禁不了包他 李绍云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人是变态吗 马天天给人当做起 已经够可怜了 放过他们吧 许清安的嘴角抽出了一下 天下之大 无其不有 没什么值得奇怪的 太尴尬了 太尴尬了 大死都不会承认 这是我的梦境 一行人在李绍云 嘖嘖声里迅速远去 没多久 他们听见了喊煞声 震耳欲聋的喊煞声 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 在眼前徐徐展开 这是纳兰天路的梦境 荒芜的旷野上 身穿青袍的男子 目光温和的望着纳兰天路 今日你必死无疑 东方宛容 带着东海龙宫的门徒 以及佛门的僧人 匆匆赶来 见到这一幕 他松了口气 有些如是重负的说道 你们在这里等我 东方宛容 靠近身穿巫师长袍 浑身浴血的纳兰天路 他口中念念有词 过了一阵 纳兰天路身躯一阵 眸子略显空洞的 看向东方宛容 你 老师 我是荣儿 纳兰天路沉默了一下 梦游般的说道 这么大了 闻言 东方宛容 悲喜交织 山海关寨意发生时 他才十三岁 天真烂漫的年纪 老师 你死后 魂魄被镇压在了 佛门的浮屠宝塔内 如今 已是二十年后 弟子来救你了 他把无神教 和佛门的交易 说了一遍 您现在得让我们 离开您的梦境 等佛门的人登上第三层 沟通塔林 短暂掌控浮屠宝塔 就能为您解开封印 二十年 说清外界如何 伟游 伟游又如何 纳兰天路 梦一般的问道 此时的他 处于半清醒 半沉睡的状态 伟游死了 东方宛容 不敢说出真相 害怕把老师 刺激到苏醒过来 一旦他醒来 梦境自然就破碎 那么雷州的江湖人士 就能脱困 此事说来话长 老师 等您脱困 我再告诉您 东方宛容还没说完 胡听一阵奸笑声 恶然回头 却是东海龙宫的一位门徒 毫无征兆的仰天长笑 东方宛清果断出手 制止住门徒 柳梅倒数 你在做什么 那名门徒脸色茫然 静心禅食 沉声说道 他被人影响了神志 这一路人没有任何问题 但在我们见到 纳兰语师的意识后 他立刻长笑示警 通知控制他的人 我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名门徒又惊又怒 又委屈 东方宛清皱着眉头 看向了浓雾身处 乌鞍忽然抖动起来 飞奔出一条身影 立剑般射向东方宛清 后者双臂交叉 抵在胸口 砰的一声 东方宛清双脚滑腿 静心禅食双手喝食 念诵佛号 阿弥陀佛 静止杀生 那道袭击的身影 断失凝固 没能对东方宛清发动袭击 此人皮肤有黑 眉目煎熬 正是镇副将军李绍云 与此同时 静元武僧大步跨出 一拳锤在李绍云胸口 锤得他倒飞出去 众人身后 浓雾再次抖动 又有两道身影冲出来 目标明确 东方宛清 汤元武 祸壁祸壮 将试图抵挡的东海龙宫门徒打散 为元毅 清出通道 挟持东方宛清 是许清安制定的计划 在梦境世界里 武夫太过的被动 想要有效的控制梦乌 东方宛容 让他带自己等人离开梦境 最有效的办法是挟持东方宛清 李灵素说过 东方姐妹自幼相依为命 感情深厚 以妹妹性命要挟 不怕东方宛容不答应 手作横音双手合十 以戒律限制元毅和汤元武的行动 禅师的戒律 本就依靠元神施展 与肉身关系不大 趁着佛门和东海龙宫的门徒 被李绍云三人牵制 许清安带着柳云从浓雾中杀出 袭击东方宛清 宛清 过来 东方宛容喊道 你继续沟通纳来语诗 我能挡住 东方宛清淡淡说道 师父 快让我们离开 东方宛容急切说道 他没想过要在梦境中 反杀雷州人士 这边闹出的动静越大 越容易引来那些江湖散人 近两百人的势力 不是他们能对付的 可我 可我 可我还没打败维冤 纳兰天鹿 难难地说道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